大家好,這裡是FRC7589 然後呢,我們今天要來介紹的是紅外線感應器 然後這邊有一個已經做好了,然後這邊先操作給大家看 然後這個就是我們今天會用到的紅外線感應器 然後當我按一下這個,這邊會有一個綠色點點 假設這個點點是在我們的這個範圍裡面 就是這個扇形,一半的扇形的範圍裡面的話 它就會有紅色的感應 但是它感應的是這個物體的變化 所以假設位置放在這裡不動,它過不久就會不見 所以我必須要有位置移動的變化 它才會就是有感應到 可是如果是在這個範圍以外的地方 它就不會感應到東西 然後我們今天要做的是 當我們這邊感應到的時候 這個小白燈會亮 那假設今天我們這個它沒有感應到的時候 它這個就會停下來 因為我們看的時候主要會看這個警示燈 而不是這個感應器上面的燈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來開始做今天的這個project 好,首先跟上次一樣 這邊建立一個新的電路 然後一樣拿出一塊板子出來 好,然後呢 我們這次是要用紅外線感應器嘛 所以我們先拿出我們這次要用的紅外線感應器 這一個叫做被動式紅外線感應器 然後以及我們這次還需要一個燈泡 它讓我們看到它有沒有亮 然後我就把它調成白色 因為比較好看清楚 好,然後看到這一個紅外線感應器 它下面有三個角 一個寫信號 一個是電源 然後一個是接地 好,那我們先把這個感應器的線接好 那我們這次 假設我們期望這個感應器的角位 是在8號好了 那我們就拉過去,8號 然後接著是電源 電源的話就一律是5V或3.3V 然後接著是接地 就是上次講的GND 然後我通常會把它顏色都換成 就是接地是黑色 然後電源是紅色 然後炫耗線就都可以 好,然後接著是燈泡的部分 燈泡的話就跟上次一樣 一隻是要接一個角位 要給它是否要亮的這個訊號 然後一隻是要接接地 所以往下這裡找接地 然後另外一隻要記得加電阻 好,那我們接12號 然後換顏色 好,那這次的電路非常簡單 就是我們運用到上次講的這個燈泡 然後再加上一個新的東西 叫紅外線感應器 那開始來寫程式 然後這個紅外線感應器 它的運作原理主要是 就像剛剛講的 我們在這裡假設有感應到 它有一個物體在它的感測範圍內有移動 做位置的移動的話 這個紅外線感應器 它就會接收到這個訊號 並且傳回這塊RDWD 所以我們今天要寫程式的話 我們在紅外線感應器的這個 這個的角位上 就不會是跟上次一樣 那我們先寫比較簡單的 就是跟上次一樣的燈泡 那就一樣Ping Mode 然後刮號 我們這隻是接12號角位 然後它是Output 然後記得要打分號 然後接著就是我們的紅外線感應器 那如剛所說 它是接收這個訊號給這個Arduino板子 所以它會跟燈泡的Output不一樣 就是Input 就是它是接收 Output的話是傳遞訊號出去 所以Output是代表說 我這塊板子給這個燈泡 一個訊號的話 這樣就是Output 但今天我們是要 從紅外線感應器 接收有沒有物體在它的 正在範圍內移動的這個訊號 所以是用Input 那我們就跟上面打一樣 然後它是8號角位 然後記得分號 好這邊一樣 我也setup就好了 接著是我們的模擬Loop 那這次的話就是要它有感應到的話 就是亮嘛 然後沒有的話就不要亮 對但是假設我們只單純寫 就是它感測到就亮 然後沒有感測到就不亮的話 這其實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它會有一個時間差 所以我們今天要寫的話 會是我感測到的話 讓它維持亮一秒 假設我今天一直都有一個物體 在它的感測範圍內 一直移動 一直移動 然後它就會持續亮 持續亮大概 就是假設它有感應到 它就會持續亮 可是我們要限定它的亮的時間 是維持一秒 因為假設它沒有維持一秒的話 嗯 就是它後面會出事 就是它如果沒有寫這個的話 它的 你想要見到它的效果 會跟 就是你寫出來會不一樣 那反正我們今天就是要 後面要記得寫它 要維持一段時間 假設沒有的話會有時間差的問題 好 那我們就開始寫 那 所以我們主要是要判斷這個 紅外線感應器有沒有感測到 所以我們今天要用的一個就是 判斷是if else 那我們今天最開始要寫的是 假設這個紅外線有感測到的東西的話 我們要讓12號角位的那個燈 好 燈泡亮 所以我們先來寫 喔 if 然後 今天我們是要 讀這個 紅外線感應器的書 所以跟上次的digital write會不一樣 今天要寫的是digital read 後面一樣刮號 我們今天要 偵測判斷的角位 今天紅外線是接在8號角位 所以後面寫8號 然後 嗨 這也是大掛號 然後這一邊 這個判斷式的意思是說 假設我今天這個紅外線讀渠道 就是8號角位 紅外線這個東西讀渠道的 讀渠道的東西 它是 嗨就代表有電壓嘛 代表他有感測到的東西 所以今天是假設 第一個是我們有假設 要感測一下東西 的話我們要讓 12號 12號角位亮 所以我們接下來要做的事情是 讓 12號角位亮 所以要寫digital write 然後12號角位 然後自己要寫 你要讓它維持狀態 好 然後最後要這個把 括號 打上 這是我們第一個換段式 那假設我今天沒有偵測到 你必須也給它一個執行的動作嘛 所以我們就要換 else 那我們今天除了有偵測到的 另外就是沒偵測到 所以我們直接寫else就好了 然後else的話就直接寫 Digital write 然後12號角位 然後我們沒有偵測到的話 它就不要亮嘛 所以就是low 然後一樣記得打大括號 然後後面要再多打一個 呃就是停 就維持 維持現在這個狀態一段時間 因為假設你沒有寫 它就一直維持在這個狀態 所以後面要再一個delay 然後一樣一秒 好 那我們來 模擬看看 哦 好吧 要收大了 分 好 可以 好 然後 我們來看一下 你這樣子錯的去了 啊 算了 沒關係 好 我們把這個 點開 點開 它上面,喔在上面,好我们要拉上去 在上面有一个感色范围 好我们来试试看我们刚刚写的我们的成功 有它为之一秒才停下来 就是我们现在,好,假如我们先从没有的地方 然后移动到有的地方 这确实就是,这我们写的量的一秒才停下来 这也算成功,今天写的这个 然后大家也可以脚位换一换 然后把其他东西换一换,然后自己写写看 好,那就这样啰 今天是教这个黄外线感应器 谢谢大家